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晚上十點半 今晚的Live Radio 仍然在會議板 我先放在YouTube上想一下 基本上原費就是60英鎊 或者是105元價值 或者是115元價值 銀行戶口寫回自己的電郵帳 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仍然想看 你是用信用卡付錢 你自己給 而不是找親友代給的 麻煩你電郵 通知我先發我 我幫你安排 好了 這個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 你看到我很少說什麼 最多都是說這個食養不花 為什麼大家沒有話說 因為連畫面都沒有 是很詭異的 這種就是習近平的人 它是明顯白暈的 肯定有得 要是有得抽水就抽大水 現在 這次習近平不說 習近平似乎 三中全會會持續加速來鞏固權力 也不像大權掌握到可以隨心所欲的地方 至少我想他真的要做多屆 有沒有接班人,接班人沒有答案 我可以說接班人 當然會不會還有接班人也有問題 因為可能中共已經忙了 下一集我會說歷史垃圾時間 這個題目有很多人說 但我有我的看法 這個歷史垃圾時間 我沒有日本那麼長 我想歷史垃圾時間一結束就... 你有垃圾時間就好了 沒有垃圾時間就糟糕了 終於因為全民滿天輝 今次三中全會 又說什麼中鋒啊 政變啊 電波干擾 我什麼古形精怪的東西都聽齊 但是中央台的畫面 為什麼我這個中央台的Screamcat 就很清楚的 習近平就應該沒有中鋒那些東西 但是現在他就疲態不老都很明顯的 OK 這一張照片我看都沒有怎麼編過的 應該就是習近平老態就很明顯的 就是他是不是爭氣 還有能力 去到二零二九年就成了一個問題 就是二零二九年之前呢 他一定是要整個 四人幫的物體出來 就是貫徹他的意志 那不然我... 我看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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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怕... 不是那麼容易 OK 就是... 就是... 我看怕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我的看法就...很清楚的 就... 如果他沒有... 毛澤東... 就是... 之所以有四人幫 就是因為... 四人幫才可以貫徹他的意志 我相信... 毛澤東的健康 不是真的可以... 能夠貫徹文革的執行 那... 所以才會有四人幫他出現的 甚至是... 意圖將毛澤東的意志 延續到... 去... 去... 去死後 OK 因為你知道華國鋒 不是一個真的這麼有能力的人 OK 所以你辦自我放心 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夠奪 但是他沒有想過就是... 華國鋒... 治下的姜嚴比啊... 啊... 鄧小平和葉劍英兩國 就是發動... 幫董卿這幾個發動軍事政變 已經搞定了四人幫嘛 OK 你由這個背景來看 這次三中全會呢 就... 覺悟的角力 結果就是呢 他只不過是... 習近平一定是最大權力的 但是你說... 會不會... 千古一帝啊... 他可以控制他的接班人啊... 那些... 又未到這個位置 就是... 那些人是誰是誰 不知道 OK 當然會不會有些人 就傳到他的私生紙啊... 那些東西 我覺得就... 這個... 太遠了 太遠了 啊... 這次三中全會 自己人說就是... 一個這麼... 不尋常的時間 開過這樣的會議 結果就是... 出一個極為沉悶的結果 所以... 這個歷史的垃圾時間 也都印證了... 這個... 這個... 這個三中全會的結果 是震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你說... 會不會最後有任何一些... 很... 勁... 拼拼拼硬的 改革啊... 那些這樣的文件出來 如果有的話... 一早... 新華社... 人民日報的那些... 領兵辦法這麼說啊... 他不會等幾天後才說啊... 是不是呢... 如果等幾天後才說啊... 就是... 很明顯... 這份公佈可能隨時應付著大家 那些... 是有extended discussion 就是... 三中全會是... 也要閉幕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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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xtended discussion... 可能... 有extended discussion... 初步... 有了再進一步結論之後 才再說話啊... OK... 而且... 因為這次中共那個... 宣傳體制對習近平的宣傳呢... 不可能的意見... 公共不可能... 就是... 證明他舉別暗湧住住... 就是... 譬如你說... 穿越時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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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不是... 国有格家政策的那篇呢... 就是因為... 那些那篇... 那些... 很多事情失控的... 那些是... 那些是... 高級黑暗躺平的... 我不知道... 但是... 這個不是中共典型的的... 因為這些... 意識形態的東西... 宣傳的東西... 中共整理得很緊的... 每一隻字都贏掉的... 每幾篇稿 是全部... 被人看過了... 不應該被人整理的... 就算你有些東西... 就是... 你不要讓一些黨史專家撿到一些 很明顯就不是 很明顯就 有人是有心耍他還是什麼就不知道 但是這次就很混亂 就是你這個習近平 開完之後突然間沒有開 這個就是個真正的結論就是 開完突然間沒有開 有一件事情我想這次最關注的大家就是 彭麗媛有沒有做到江青 就是彭麗媛有沒有在人事上得到一些位置 秦江就辭去了中央委員日席 照計要逮捕的 現在就不知道彭麗媛會不會逮捕 不知道 正傲來說就是彭麗媛應該逮捕的 應該可以逮捕的 但是會不會彭麗媛逮捕上去 這個就 或者是彭麗媛逮捕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結 就唯有秦江就作出一個這樣的處置 就是他辭去中央委員職位 誰補上去就不說 總之就是秦江不用死 秦江沒有逐出黨 秦江仍然是同志 但是中共很重要的 你稱呼是不是同志 就證明他是不是黨員 你叫得到同志就去黨員 如果他仍然叫秦江同志 就是秦江是純粹 給人士招炒弱的 OK 就是當然 這個我等會會議都說 但是他是不是 是 可能不知為何已經一早死了 只不過就是 之後 再補死訊 OK 或者是說 才補死的 會不會 即是熔美以處理的方法 這個後話 但是秦江的位置怎麼補呢 是沒有結論的 現在只是 那個位置空了 OK 可能幾天後 突然間有一個新聞公佈說 秦江的位置由彭毅門補上 或者由第二個補上 OK 這個就是一個權力爭奪位 因為有一個空隙 OK 正常的中共這些是有結論的 應該就是秦江 departure 的時候 會同步有一個結論 就是彭毅門補上 但是現在看到彭毅門補不進去 也有可能就是 習近平根本沒有被彭毅門補上 都不出奇 有兩個可能性 如果你說有些人說 從何灣書店那件事的前傳就說 正傳習近平有私生子 OK 如果是這個 如果是這樣的說法 這個論述是正確的 那麼 不出奇 有一個可能性 這個有一個可能性 OK 但是你說 這個三中全會 這個是一個很詭異的安排 我是見過一個最詭異的 三中全會之一 中共的人事調動 一個中央委員 OK 都沒有辦法 make the conclusion 你就知道 習近平在黨裏面的 孤瓜假人程度 都應該挺厲害的 他是定於一尊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 他也是缺乏民友 缺乏有民友去 去貫徹他的意志或者去支持他 這個就是今天習近平的困難 這個就是今天習近平的困難 比如說江澤民 他怎麼人事調動 他怎麼人事調動 他有他的意志 OK 他沒有問題 OK 你說胡錦濤 胡錦濤 他仍然在 再上台的時候 他都可以控制 某程度上 操控到那個人事調動 他下台之後 習近平 習近平 他還沒住 OK 才沒有密密送胡錦濤 上去做中央政治局常委 OK 因為胡錦濤 其實他的資歷 supposed 已經夠中 做政治局常委 當然也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說中共的權力 就是無加加逮捕 兩個政治局常委 OK 一個就是胡錦濤 一個是 一個是胡錦濤 加鵬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這個是一個妥協方案 但是我看不到習近平會用一個這樣的截通方案 我現在只是怎麼說 中央委員這個 我沒有不說常委的 只是中央委員這個 都是一個問號 這個是今次 今次 今次 今次三中全會 最大的信息就是他 中央委員 都沒有辦法 他遲去了 都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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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作一個 決定 OK 那麼 What is the next OK What is the next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很serious的問題 What is the next 不知道 所以你說現在中國政局是一片混沌 我不是聽藏師 OK 所以你說為什麼習近平和毛澤家翻炒 2015年他發明的廢話就是 這個協洋自重 對 食洋不化 為什麼會翻炒食洋不化 沒有話說 那麼他就為什麼想擋住就是 為什麼 因為你始終有一群人 譬如你江系或者團派的人 是想恢復回一個親西方路線 他就唯有他現在只能夠做到 就是我擋住親西方路線 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的 他做到就是這麼多的 就是我不要親西方路線 就是你不要食洋不化 你不要堅持西方那一套 是這麼多的 其他事情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他阻礙到別人發達 但是他沒有辦法讓自己的勢力再前一步 現在是一個僵局 這個三中全會是佛方之明顯 僵局來的 這是僵局會議 如果你用僵局會議來看 你就知道這樣的混沌時間 西方不會等到僵局 所以你說之後你現在看到磨蹤火火 就是你說 European Commission 的 Chairman Chairperson Rusrat Franthusrat 都只是說 你說歐盟如何阻止中國入侵台灣 跟著你說美國已經 美國兩黨的國會議員提出的名單 向Blinken和Yerland 要制裁香港的狗公 就是直接 我想他們都不打算 讓川普正式上台 為了已經將外交對港政策 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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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復川普的路線的時候 西方沒有這個耐性 讓你中共解決 你互咬的問題 因為你現在這種僵局是 你習國民治會會繼續加錯 這是不需要懷疑的 所以這是一個僵局會議 所以這個三張場會議很沉悶的 大家有很大的希望 這個會議極…如果是由重心的角度 一點都不是很沉悶的 是很沉悶的 一個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垃圾會議 這個就是我這樣 這個歷史的垃圾時間 不是出現的垃圾會議 不是出現一個 大家都完全是 好像殭屍那樣的會議 這是殭屍會議的 你說對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 毫無幫助 有一點幫助都沒有 如果你是對中國的 要解決中國的問題 有幫助 你一定是有一個比較積極和進出的會議 那很明顯沒有 當然沒有 很明顯沒有存在的會議 所以這件事就是 我想整件事最 吵架的地方 也是這個位置 就是 宇愛 一個德國吉的 會議就是 這次三中全會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OK 嗯 秦剛是不是中國的熔美議 也是的 即是秦剛死定我們不知道 但是 秦剛是比較麻煩的 如果你要知道 秦剛死定不如 大家要了解一下 傅曉田 和 他的兒子的動向 因為傅曉田的兒子是美國公民的 如果傅曉田和他的兒子死了 這件事就會有些問題 他有疑問 因為我不知道傅曉田是甚麼 但是他的兒子是美國公民的 美國人就是 他爸爸媽媽 所以美國公民的 我就不可以這樣咬 即是 你生在美國 就說天生是美國公民的 你任何一個美國國家的命都是命的 所以 那就是 秦剛為甚麼他會這樣處置 我相信 你說能否貪腐都不重要 老實說 你搞到包養 傅曉田 你就已經 已經過了火了 接著說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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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秦剛是 習近平親自提拔的 就是他越過了界的提拔 第二就是秦康衰的話就會影響習近平 如果這樣就要一個農委意識解決 可能是對習近平最為著數的 或者是保得住傅曉田和他兒子的命 傅曉田和他兒子可以離開中國 然後神時某時說秦康病死 然後就寫一個很好的評價給他 新華誓寫一個很好的評價給他 這樣不影響習近平 不影響黨內對習近平的評價 這是當然希特拉處理龍美爾的方法 因為如果龍美爾參與1944年密謀案 被公佈的時候 被公佈是這樣的槍斃 或者當時會對陸軍有所影響 所以當時希特拉給了兩個選擇 希特拉都沒有所謂 希特拉給的第一選擇就是 你自己給一顆讀藥就搞定你自己的家 你家人受世代 風光大撞國撞 風光大撞 你參與1944年密謀案 七女武術行動完全沒有看過 大家赤字不提 他參與武術行動是二次大戰 看一些檔案才知道 這也是為何德國國防軍的領域是龍美爾 為何會找德軍將領 龍美爾也是一個盟軍可以接受的人 他那個品德 尤其是他的善待戰夫 他是OK的 如果你說習近平 雖然習近平是老網 但他也不想自己的名字躲臭 他就未必會反對一個這樣的哲同學 中共黨史這個問題很少 但如果秦剛的事情 會涉及習近平本身的聲譽 甚至會成為權力鬥爭的把柄的話 那習近平接受這個可能已經是最好的方案 雙方都是最有的東西 這個就是中共政治很少有的畫法 所以你說秦剛現在 他可能還在生 可能重病 可能要他很低調 潛幾年歲 幾年之後再找他 突然間沈士座面做什麼顧問 或者什麼 可能這些人 二重子不記得他 有很多種可能 但是這個方法 至少就是習近平保得住他的顏面 至少就算他參與一個默默案 想讓習近平在政壇消息都既往不救 這個也是 老實說現在習近平的外交代是沒有人的 有人就不會用王毅 今天還要用王毅 王毅這些是黃宗來的 其實是要找個人接替的 這個人 因為王毅可以玩得多久 王毅也不是說一些 不是原意突飛 但是他已經是 其實是 夠中退的 他是要找一個新的人 新的人 中國外交系統的新人 中國外交系統的新人 就真是 恕我直言 我想 習近平沒有哪個 有腦的不會受習近平指揮 OK 沒有腦的 習近平也不想用他 你拆得多勁鞋 我也不想用他 這就是那些鬼之處 都挺麻煩的 我可以說是挺麻煩的 所以你說現在 這件事上 中共二十大三宗傳媒 他現在是一個 很歷史的垃圾時間 我可以說 真的是這個原因 真的很垃圾時間 垃圾都是一個點 垃圾你都不相信 現在他陷於一個這樣的僵局 OK 好了 如果習近平連處理秦桿 都是要這樣通知 又是彭艾媛 又送不到上去做江青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這樣做 那什麼是對習近平來說 習近平對他來說 其實我又不是正常師 但是對習近平 純粹是一個政治的 一個提醒法 OK 他繼續 他靠對外戰爭 其實他說2029年要完成某些狗格議程 已經知道 他可能要他親自 你知道他很喜歡親自副主 親自指揮的 他沒有任何毒 你如果有接班人的話 就算他做下一任也好 如果他真的有接班人 他真心 他不是打算做千古一帝的話 他真心要接班 不是打算做到死 他是會退休的 他現在就要有副手 你不要說毛澤東 你不要說毛澤東 為什麼文革師也有副手 就是文革師應該是 毛澤東最後的時間 對不對 他怎麼會把林彪 他的接班人寫在黨章裡面 對不對 他就是因為那時候已經 他都知道他自己 任何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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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毛澤東也不是說 那些健康特別好的人嗎 但是現在習同 連老毛也不是 現在連老毛也不是 他不提不出接班人 那樣是不行的 現在就會出現普京的問題 普京現在其實是 美大不調的 OK 普京暗了 如果有知道 對西方來說 其實也有一個 Gambling 如果對於普京 What is the next 下一步怎樣 下一步是誰 下一步是誰 下一步 我會下一步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這個很麻煩 那梅德韋傑夫 梅德韋傑夫最貴一隻狗 就行 梅德韋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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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比較熟悉西方 一個學者 一個 做普京文膽就行 你說做普京大低的 就不行 你始終會有問題的 你自己俄斯人 就是自 自伊凡四世以來 都是為了 這個強人統治 一向都有這種 自莫斯科 大公國以來 都是有這個 的 煩的 現在 我真心跟大家說 現在煩的 這一劑都煩的 所以你說 就是中共 二十大三中全會 現在 你以為習近平應該 就是為了他鞏固權 甚至 他可以送他 送他屬意的人 或者什麼 就是 你鬥誇鬥臭的人 你都要有公職 或者有一些 理由 大家就是怎樣 我要忍住你 都要迫著忍 就是迫著支持你 有什麼方法可以對外挑起戰爭 所以你說 中國和西方關係會持續緊張 你不會怎麼改變的 如果我是打算改變 和西方的關係 修復和西方的關係 說真的 你現在 你現在就要做些事情 就是你三中全會的公佈 就應該給你一個 就是一個 斜槍的善意的公佈 你不會說 食羊不花這四個字 食羊不花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中共裡面有人說 不如 恢復一些比較親西方路線 不要搞這樣 不要搞些事情那麼僵 比如烏克蘭問題 為什麼 送普京一起 那些 肯定有人說話 習近平聽完之後 你回去收皮 你回去吃羊不花 我不是聽藏師 但是這個也不硬估 你要習近平 真的要拱固權力 你一定是透過戰爭 去拱固權力 透過戰爭是最有效的 去拱固權力 你說任何事情 你涉及到 National Emergency National Security 你一說到這些事情 你就會有常方部劍 看它怎麼用 當然 習近平就擺明是濫用的 不用說 但是讀它 一直都是濫用的 一直都是濫用的 所以我覺得 中共二十大三中傳媒 我看不到什麼好事會發生 就是這一宗 你這樣結束 閉幕 匆匆閉幕 說它硬聽一點 現在就繼續空轉 你想中國有什麼改善 你不要這樣 這個 太難了 習近平只會加速 到底 因為越加速 它越拿到權力 越可以做到它想做的事情 你不加速 就沒有辦法做到它想做的事情 這就是當前的政治現實 好了 這一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 我就應該講歷史 就垃圾時間 那時候我就再講 我怎麼看現在這種局面 煙門的局面